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节目的一开始 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瞬间 我们来跟着记者的镜头 到两场新闻发布会的现场 去看看场内外的情形 下面我愿意就本次会议和政协工作情况 回答记者朋友们的提问 其实我们还是非常幸运的 能抽中这个提问的机会 我们作为香港的主流媒体吧 当然最关心的就是 大湾区的这个协同发展 和那个深度融合这块 所以我的问题就聚焦这一块 这次呢是我们第一次 到现场来参加两会 因为对于我们海外华人华侨来说 密切地关注中国两会的动态 可以说是了解中国的发展的风向标 今天是几天都来的 九点前吧大概 现在排了多少时间了 排了我看见大概一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 预祝大会采访工作顺利 谢谢 我现在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一层 在这两天 在这里的新闻发布会大厅里 召开了政协和人大的两场首场新闻发布会 那么如果说昨天的政协发布会 我们记者朋友们是一座难求的话 那么今天记者朋友们可能连挤 都挤不进去大厅了 所以两会的工作人员 今天在人民大会堂的北大厅 专门开辟了一个旁听席 我数了一下 大概设置了100张座椅 然后现在基本上已经坐满了 记者通过这个屏幕 能够实时收看到 新闻发布会最新的一个情况 通过记者的镜头和介绍 我们能看到会场内外都是人很多 那严松你怎么看 这两场记者会的记者的参与 其实每年的两会当中 记者在铺各个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都是一座难求 你想今年一共中外的记者 报道两会的超过3000人 他比这个全国政协员的总数 加起来还多快1000人 也比这个全国的人大代表加起来要多 那首先他这个竞争就非常激烈 另外还有一个今年的特点 其实两会的会期呢明确的短了 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上一届的第二次会议 那么人大和政协都是跨了10天 也就是接近11天的时间 但是今年我们都知道政协只有6天 而人大呢是7天 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时间紧 任务重了 那对于所有报道两会的这个记者来说 要在更短的时间完成他们的报道任务 所以就非常的这个期待呢 无论是委员还是代表 能像这个人大的新闻发言人 楼勤俭所说的那样 要更主动的面对这个采访 要更主动的去发声 这样的话 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呢 记者朋友才能更多地 把两会的声音传递到社会当中 好 刚才我们在关注很多记者 都想去参与的这样的两场记者会上 大家关注的都有哪些问题 相关方面又给出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一年一度全国两会 大会开幕前的两场新闻发布会 日益成为舆论观察两会的重要视角 昨天下午三点 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 在人民大会堂一层新闻发布厅举行 新闻发言人刘洁一首次亮相 他介绍了本次政协会议的会期 主要议程安排等基本情况 并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 回答了中外媒体十个问题 其中经济问题成为中外媒体 共同的关注点 请问全国政协在促进就业方面 做了哪些工作 2023年中央层面不断推出举措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请问这一年来实际成效 也有观点认为呢 中国经济的复苏面临着一些阻力 对此你怎么看 展望未来 我们经济任性强 潜力大 活力足 推动高质量发展 具有良好基础和有利条件 经济长期向好态势 将持续巩固和增强 前景光明 对于中国经济的关注 同样也体现在今天中午举行的 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新闻发布会上 对于大家的关注 新闻发言人楼勤俭 从立法保障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角度 阐释了中国经济的前景 一是围绕改革抓立法 包括落实金融体制改革 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通过立法 把改革成果固定下来 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是聚焦开放抓立法 包括制定关税法 修改国境卫生检疫法 完善现行法律的涉外条款 持续优化云商环境 三是突出高质量发展抓立法 为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态发展 组组织生态环境发展编撰工作 事实立足保障和改善民生专利法 包括制定修为法 学前教育法 修改传染病防治法等等 科技已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近年来 世界大国之间在5G 芯片 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 竞争愈加激烈 一些国家甚至采取了制裁 脱钩锻炼 去风险等一系列极端的手法 中国主张开放合作才是探索科技前缘 推动科技发展的正确选择 科技经济厂应征询科技发展规律 符合市场经济规则 搞脱钩锻炼小院高强 指挥阻碍全球科技进步 审害全球产业发展 拉大全球发展鸿沟 引人关注的还有外交 对于中美关系 发言人也进行了回应 今年是两国建交45周年 双方立法机构还是要多来往 多对话 多交流 增进彼此了解 为中美关系平稳发展 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两场记者会上 在记者们提出自己所关心的问题之前 发现两场记者会的 这个新闻发言人都发生了变化 那么严松 你怎么看两位新闻发言人的新亮相 当然这两场新闻发布会 大家自然会关注两个新闻发言人 按过去这二十来年的惯例来说 大部分的政协也好 或者说人大也好的新闻发言人 都是来自于要么是外交领域 有丰富的这种工作经验 要么是在新闻宣传传媒 这样的领域里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比如说像李肇星 张叶隋 傅盈等等 都有大量的这种外事的经验 像政协上一届的郭伟民 他来自于国新办 其实跟新闻传媒有紧密的相关 但是今年的这两位新人 似乎给大家的感觉不太一样 其实刘洁一是来政协之前的时候 是在全国的台办 但是别忘了去台办之前 他是外交领域里工作了多年 因此他还是符合过去 我们说新闻发言人与外交有关 但是楼勤俭 大家想一下 他从工信部到信息产业部 一直到陕西省委书记和江苏省委书记 这在过去这20年说地方大员 然后成为新闻发言人并不多见 但是我们别忘了 其实楼勤俭来到人大之后 他现在是外事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又回到了过去的这样一个 与外事有关的这种惯例 其实英雄不问出处 最重要的是表现如何 就像楼勤俭最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打多少分 那由你们记者 由群众 由社会去打分 其实我觉得他们首次亮相还是不错的 严松 我们关注完两位新闻发言人 我们在关注记者关注的问题 两场记者会上 那么统计了一下也是20多个问题 从这些记者关注的问题上 我们能看到什么 其实从1998年我开始直播这个两会 一直到现在 因为98年很重要 这个3月份明确开两会 是从98年正式开始的 其实在很长的时间 大家比较关注政协和人大的新闻发布会 那是关注很多热点问题 两位新闻发言人会急于怎样的回答 其实这几年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尤其近两年来 那就是政协更立足于 从政协的角度去谈问题 而人大也更加立足于 从人大的角度谈问题 我想昨天大家听了政协的新闻发言人 这个新闻发布会之后 一定有这种感受 更多的谈的是政协的履职 政协的建设 包括从政协的角度怎么样去抓经济 然后去做与民生有关的这种工作 其实今天的人大的新闻发布会 也同样如此 更多的是立足于自己自身 所开展的工作 而不是一个广谱的这样 因此大家 我相信很多人还是看到了 这样的一种变化 好 这是我们刚才在关注两场记者会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面孔 我们今天关注的面孔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 有8400万人 这个8400万人的群体 有快递小哥 有外卖员 还有一些包括网约车在内的 我们管他们叫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 他们的权利怎么被合法地去得到保护 那么这是两会上大家关注的主题 我们今天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他们 全国政协委员肃斌 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 今年两会 他将关注放在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个群体 今年春节 不少外卖快递小哥坚守岗位 肃斌也没有休息 在一家工会驿站 趁着中午时分 一些外卖小哥来此就餐的功夫 肃斌也展开了自己的走访调研 希望这个驿站多建一些 我们好容易找得到的地方 就是现在这个密度还不够 对对对 好 除了打工 就是一个吃一个住 吃现在反正还行 就是我们商家 在哪儿都熟吃掉还打折 这住宿问题 现在我们看什么问题 好 这些问题我们都带上去 过去一年 肃斌在18个省份 30个城市的调研中发现 随着一些地方 小哥公寓 小哥医院等保障性政策的出台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获得感 也开始增强 眼下的焦点 是由于劳动关系灵活化 工作方式弹性化等特点 很多人还无法享受 社保制度的保障 他们的职业保障 经常可能遇到一些职业伤害 可能要发生 他们最揪心的事 我看这个问题是比较尖锐的 前两年国家在推 职业意外伤害保险的四点工作 我们已经在一些省份在做 今年我提出的提案就是 在四点的基础上加快进行落地 使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能够尽早地尽快地 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 全国人大代表汪勇 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吁 从一名快递员做起 汪勇目前是湖北武汉 顺丰速运分部的经理 管理着三个网点 一百多名快递小哥 十多年快递从业经历 也让他深知 灵活就业群体之脆弱 今年两会 他就呼吁要为入职 三个月以上的快递小哥 购买意外险 在这个行业能长期地 做下去的快递小哥的话 他大部分都是有一些经济压力 所以他每个月 家里的结余可能不太多 所以一旦出现一些意外 需要个人去支付的时候 你像一个骨折 现在是三五块左右 之后他接近三个月 没有办法去工作 不管是补充保障的意外险 还是传统意义上的 工伤保险 有时因劳动关系不明确 有时因保险报销复杂 一些现实的困境 会严重影响 他们工伤后的治疗和康复进程 早上真正落地以后 他们可能这个商务折的骨折 能不能报一个80% 那么他这几个月的不能上班 就加上这个自己承担20% 也许整个家庭 缓过承担的时间会快些 在宿兵看来 落实工伤保险只是基础 需要推进的 还有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等一系列新的制度 目前新就业形态群体中 没有参加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的 占到32.7% 针对各类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权益保障 近日 人社部已经发布三份新办法 分别是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劳动规则公示指引 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权益维护服务指南 以目前公司的这种考核 以及薪资 他每天晚着140票 180票顶破天 就是他极限 那一当五毛钱 一天七八十块钱 那这个收入可能也支撑不了 他在这个行业里面 继续做下去 就这么一个实际的情况 我觉得这种 这种办法应该是一个指引 在汪勇看来 人设部新规最引人关注的 是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纳入最低工资保障 法定节假日可获得更高报酬 这对整个行业来说 是一种必要的规范性引领 保护新就业这些权力的实施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弄清楚 他们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那么严松 你觉得现在要解决 他们的问题困难在哪 很巧 新的快递的管理办法 3月1号开始实施 这两天引起社会的热议 正好赶上两会的开幕 它就像是一个试卷 然后交给了两会 我们的代表 我们的委员 能不能更快速的 比如说针对这样的一个热点问题 涉及可能是几千万的快递小哥 然后更涉及是多少亿的收件人 那么去快速的解决问题 那么这个新的管理办法 非常引人注目的就是其中的一个条款 他要想顺利的实施 必须符合这样的几个条件 那就是第一个 所有的收件人电话畅通 打一两次就接通 第二个 所有的收件人一家三代 四代 然后白天工作日上学的上学 上班的上班 家里依然有人接快递 第三个 所有的寄价人都把这个楼层和楼号写得清清楚楚 但是大家知道 在现实中满足这样的一些条件 几乎是很难的 因此沟通的成本开始快速的增加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的这种快递小哥就感受到了 我的工作量可能在快速的上升 但是收入却在减少 我想所有的打工人都不喜欢这样的一种状况 那另外就有人说了 那我们消费者的权益得到了更大的保护 我觉得不一定 如果快递开始变成了慢递 如果说成本在增加了之后 将来慢慢又转移到了我们的身上 另外所有的价格可能都跟那个什么风是一样的 你是不是又接受得了 另外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 是我们不能把自己只当成收件人 我们也有可能在找工作的时候 想找快递这样的一份工作 但是如果这份工作 干的时间越来越长 但是正在开始变少的时候 它可能就不再吸引你 我们又少了一个选择 所以这个事件摆放在我们面前 一个好的管理办法 如何跟现实磨合 最后产生好的结果 我觉得是一个给两会的课题 所以就是这个解决的问题 新就业形态的这个劳动者 我们都希望他们的权利得到 合法权利得到保障 现在就是在现实生活中 解决这些难题 解决之道 刚才你举个例子 那么还有哪些 除了你刚才说的 我觉得所有的管理办法的出台 可能背后的想法是好心 但是一定要建立在了解现实 同时尊重现实 然后现实中这个不足的地方 我们慢慢要去改变 这样的一个现实 一口吃不了一个胖子 好的管理办法在出台前 应该进行很好的协商 沟通聆听 那么出台之后 这些也依然是重要的 依然要去看 现实中有哪些吐槽 质疑 然后现实中操作的时候 遇到了哪些问题 另外会不会地方 有的以罚代管 人家送一件快递 在这五毛一块钱 夸罚人一百人 扛不扛得住 更加上线 可能一万到两万 到三万罚公司 又或者怎么样 但是在新规出台之后 如何去聆听 观察 然后再协商 我觉得也期待这次的 我们很多的委员 包括代表 也能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 另外希望 从事这方面管理的人 也去看一本书 叫《我在北京送快递》 那是一个快递小哥写的 里头其实我们有一个 很重要的启示 我看了 真正让他累的 不是在路途当中 而是沟通 因为现实中收件人 什么样的人都有 配合的 不配合的 等等等等 因此这本书看完之后 可能体会更深 更重要的是 要看现实和生活的 这本大书 所以解决的问题的办法 是需要你来我往 不断磨合的过程中 才能够真正磨出来 刚才我们关注的是 8400万的快递 包括快递小哥在内的 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 接下去 我们再关注一个 几乎是同等庞大的群体 那就是8500万的残障人士 在今天的委员通道上 当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盲人协会的主席 李庆忠先生 手持盲障走上通道的时候 他的讲述中 也就提到了 自己这些年生活的变化 我们听一听 就我个人的情况而言 我是一名 只有观感的重度市长者 平日我手持盲障 独立乘坐地铁上下班 也经常坐飞机 高铁去各地出差 我主要是借助毒品软件 使用电脑和手机来进行工作 当然要做好工作 关键是靠用心而自 用头脑和勤奋 来补偿视觉的缺陷 我的个人信条是 可以没有视力 不能没有眼光 心中有光 脚下有路 通过这位委员的讲述 我们知道这些年 我们做了很多努力 希望让更多的残障人士 走上街头 但是在现实生活里面 我们看到的还是有限的残障人士 你觉得 严松 未来如果我们能看到 更多的残障人士 融入我们的生活 还需要做什么 在关注残障人群的时候 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 他们看不到世界 但是世界一定要看到他们 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就是对很多的弱势群体 和少数群体的权利 会越来越关注 你想想2023年 北京榜样的一个 中间的获奖人叫董立娜 他是中国传媒大学的 波音主持的硕士生 这是中国的首位 那有了首位 是不是就有第二位 第三位 更重要的是 更多的人会找到新的路 而不只是 比如说 这个社会不太关注他们 等等等等 我觉得残障人群 值得我们在社会进步之后 以更大的关注 每一个城市之所以好 应该是 一个是轮椅车特别多 婴儿车特别多 还有自行车特别多 那说明关爱运动和孩子的安全 好 非常感谢严松 明天上午9点14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国务院总理李强 将做政府工作报告 两会一加一 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